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就要仔细来看看企业经营应该要如何的扭转观念 共创劳资双赢 知名的职业社交平台LingIn 在2016年公布了一份全球最受员工欢迎的企业名单 第一名是Google 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员工感到幸福 提供免费的美食还有全身按摩等等 真的是叫人羡慕 第二名则是新创公司Salesforce 他们比较特别的是提供七天的带薪假 鼓励员工多多参与慈善活动 第三名Fastbook 他们则是提供给全职员工四个月带薪产假 给员工幸福 也让这几家公司成为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除了这些全球企业龙头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英国还有新加坡的例子 走上阶梯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中世纪城堡 看起来相当气派 不说你可能难以想象 这里是一间英国公司 我非常喜欢新加坡的产品 走进来一看 缤纷的垂坠装饰和墙面 令人眼睛未知一亮 就像踏入一座秘密花园 原本单调的办公室 经过改造 变身冰冻主题的空间 窗口有企鹅陪伴 甚至还有雪橇式咖啡桌 各种特殊装潢的交易厅 让员工可以开会交流 上班地方变得有更多 所到之处明亮又宽敞 风格也截然不同 包括运用普普艺术 大胆用色加图像 连厕所也大有玄机 小便斗做成一个个鲜艳的红色嘴唇 想要放松一下不仅有撞球桌 还有以星际大战为主题的电影院 而健身房墙面也让人会心一笑 耗资300万英镑 请来知名室内设计师 把一成不变的办公室 增添融入许多设计巧思 老板说他这么做 是为了给员工舒适的工作环境 面积281坪的总部 充满乐趣与创造力 在这间公司工作 福利也很游温 除了有免费餐点和啤酒 全额补助的员工旅游 地点像是佛州 纽约 不达佩斯特和哥本哈根 而表现良好的员工 每年可以拿到 多达45%的年终奖金 老板还会另外发给员工 5000英镑的慈善基金 让员工自由选择 要捐给哪间机构做公益 把员工视为家人般的重要资产 打造幸福企业 英国这位老板做了绝佳示范 有什么旅游会比他们还幸福 阳光沙滩比基尼 大群好友开心出游 住木屋开酒趴 还能玩水浮浅日光浴 完整享受马尔蒂夫美景 重点是吃喝玩乐所有费用 通通都是老板买单 背后的豪气金主就是他 新加坡综合格斗学院创办人 施玉通 因为乐见公司盈余年增30% 不惜大手笔砸下近1600万台币 邀请旗下100位员工 到马尔蒂夫五星饭店度假 好好寇赏大家 努力工作努力玩是施玉通的时间目标 年度海外员工旅游 更是公司坚持的传统 成立七年去过泰国克隆岛 还有印尼巴厘岛 但其实不止员工福利好 企业评比同样下下叫 强调好员工值得好待遇 佛心老板待人又待心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这样的例子不一定远到天边 有时候也近在眼前 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幸福企业 以科技相关产业来说 有的给人印象是很爆肝 不过也有很注重员工健康的 而且有独特的用人心法 我们稍后会详细来谈 我们先来看看这家 位于台中的幸福营造业 那就是接下台中国家歌剧院 跟嘉义故宫南院等大案的立名营造 那么以台中歌剧院来说 号称地表上最难盖 而且盖成之后 则被国际媒体誉为 世界九大新地标建筑 这支克服重重难关的团队 目前旗下拥有400多名的员工 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 年资超过十年 农家子弟出身的董事长 吴春山他认为 维系员工向心力的秘方 就是腾锡员工 我们一块来看 布满洞穴奇魔怪样的 台中国家歌剧院 这栋被誉为地表上 最难盖的建筑物 经过五度流标 最终由台中立名营造成功完成 日本建筑大师伊东风雄也说 是台湾完成了他的梦 立名营造完成台中歌剧院的大案 让台湾的建筑技术 跃上国际舞台 但更让业界津津乐道的 却是公司对待员工非常大方 福利更让业界称献 接近中午 值日升班桌排椅 等等员工们要到丁吃饭 每桌摆放五道菜 让员工自由打饭盛汤 还有便当桌 素食桌 这都是公司免费提供 立名营造成立22年来 董事长吴春山要求同仁们 每天中午一起吃饭 我们平常工作会比较忙碌 主要大家没时间去谈话 而且有利用这个时候 这样子对小话我觉得会比较好 不然平常压力太大 大家拿着自备的碗 还有人带配菜佐料 好像在自家餐桌一样 向心力就在用餐的日常 打好地基 稳固加深 一师一友话家常 立名营造400多位员工 年资超过20年的有16个人 服务10年以上的多达三分之一 不过他们的老董却希望同仁们 别安分守己 只工作 上了很多课 都董事长鼓励 甚至公司出钱 我去上考上了地震试 我去念了EMBA 那都是董事长亲自提供 现在小孩最大的机会 董事长吴春山搭着员工的间聊天 没什么老板架子 让大家对公司如此死忠 因为公司真的很敢给 每个专案只要有获利 立名营造会将25%的利润 分给参与的同仁 大方回馈员工的付出 每年的员工旅游 公司都会提供六七个国家 让大家挑喜欢的去 大手笔的是 年资满一年就有四万五千块的补助 立名营造成立22年来 即使在最困难时期 仍然把员工的生计 放在最优先考量 当年不是有那个雷曼兄弟的实践吗 公司那时候本来有打算说 董事长那个名单 只要你们放五千价 十个人就有十个家庭的经济受影响 二十个就有二十个人的家庭受影响 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们那一年完全没有人放五千价 布告栏上贴着 公司及家庭 家和万事兴 吴春山说 这就是立名营造的经营理念 当然幸福企业这个名词是不能够被滥用 也不能够被无限上纲的 讲求的必须是公司跟员工之间的正向 而且是双向的正面循环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我们常会说偷学成功者笔记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偷学一下 幸福企业笔记 到底为什么要来打造一个幸福企业 而打造幸福企业之后 对于整个企业会有什么样正面的收益 我们讲的不只是账面上的实质收益 可能还包括了很多无形的资产 今天请到的是牧德科技的汪光夏董事长 欢迎您 你好 我想我们大概还谈不上是幸福企业 但是幸福企业的确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愿景 之前我跟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是一样的 把盈利把获利放在非常的前头 但是有时候这样子做反而会事倍功半 不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牧德科技 是光学检测设备大厂 2015年的时候 其实经济部曾经颁给你们卓越中间企业 2016年更值得大叔特殊了 因为你们的盈利创下历年来的又一个新高 当然将来很可能再创新高 那么其中一大因素恐怕就是要归功于 您所打造的幸福职场 不过我们刚刚在这个新闻带当中也看到了 其实很多的公司在做 包括刚刚我们所介绍的立民 分红 免费午餐或者是员工旅游 其实很多公司在做 不过贵公司有一大特色 却是运动是吗 是 我想运动是 我刚才提的就是说 我们企业主要怎么样思考 让员工的心跟公司的方向是要一致 这样子的话 它的力量就会加在公司的里面来了 第一个就是工作得力 在职场的工作 怎么样子让他在职场里面工作 他很愉快 不会感觉到礼拜天晚上 第二天要上班那种 心里面那种不准 那种郁闷 不想上班 然后你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感 得到人家的尊重 然后这工作是你很喜欢的工作 你可以让他跟着陪着你 10年 20年 30年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 要注重员工的身体健康 注重身体健康不能当作是一个口号 因为你再买再多的运动器材 放在那地方 他们不动也不会有运动健康 所以我们要想要达成这个目的 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在公司里面在做了很多 有注重健康的一些事情 比方来我们会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因为怕大家得流感 然后也会鼓励大家去做运动 然后如果他的体检是红制的 我们会排时间让他上这个跑步机 如果是跟这个强迫性质的 那后来一开始我们辞职的时候 可能说希望下班的时间你去 但后来发现没效果 所以我就对主管 尤其是我们的主管 我们就开始强迫排时间表 让他去在跑步机上要打卡了 因为我们要实际让他做出这个效果 您刚刚提到的疫苗也是公司购买 对 也是公司 公司提供 我们像有些体重过重的 我们就会有拍健身操 然后我们就会固定一段时间 让他们去做健身操 然后还做部门的竞赛 然后看他们减重减多少 这个我们也在做 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家庭要美满 我们在职场上工作 好像跟家庭没关系 我觉得是职场工作跟家庭太有关系了 现在有太多的一些年轻的男女 台湾的婚姻离婚的问题等等 有那么多因素 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一些负面 会影响企业发展的这些负面因素 我没有把它思考过 让他家庭要美满 也带动了你需要长期加班吗 这观念也就可以重新思考了 是 因为我看到园区很多的一些公司 有一些的文化有点转变了 看起来好像很认真 每天晚上灯火通明 可能到10点 11点钟才灌掉灯 或12点钟关掉灯 可是你仔细的看 他们的做法是很晚才下班 但是他们也是很晚才上班了 但是他把整个的生理时钟去做转换 你想想看 他晚上回去 10点钟 11点钟回去 他的家庭怎么照顾得到 你只看到小孩子在躺在床上 横的长大 然后你的身体也不会好 因为失去了睡眠的时间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又起不来 小孩子要送上学的时候 所以就变一个恶性的学法 可能是配偶自己送去 他还是没看到小孩子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件很好 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照顾 希望有美满家庭 我们要在工作的时间上的 一些的限制 一些奖励我们要做 还有包括 我们要开了很多的一些的 亲子的课 夫妻相处的课 因为男女大不同了 有婆媳的问题 有教育子女的问题 还有些未婚的这些男女 他们要怎么样子做一个 正常的一些的观念 我们在这个时候 都把它加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教育训练的一个素材里头 希望他们能够 一开始就能够 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不要等到最后离婚的时候 才能找到我们来跟他讲说 他要离婚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视的 第四个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 我觉得让所有的员工要参与这个社会的公益 因为你参与社会的公益以后 整个公司的正能量就出来了 给社会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 感恩的一个状态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同事 他们要参与热心公益 不是只是公司要只是捐一笔钱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的活动 我们结合了细心旺基金会 他们作为对台东的弱势的小孩子 有一些的学后的辅导 营养午餐等等 那我们就做街头的 跟着他们一起做街头的募款 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仁编了六个组别 然后跑到这个菜市场 跑到园区管理局 跑到这个动物园 去做街头募款 他也带了好多他自己的小孩子 一起来参加 然后也看到了 因为很多的妈妈 带了小孩子去动物园的时候 看到他也要给小孩子 有一个好的一个身教 所以他就开始投钱进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正能量 我们社会太多的对立了 我们希望一个正能量 把它散发出去 然后他也可以感受到 他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是扮演了一份 一个小脚小的角色 而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我是人眼旁观的 我觉得这个对他心态的转变 将来以后他到职场 转换到职场的时候 他就愿意接受人家给他的指导 其实待人待心这句话 虽然是老生常谈 不过其实是一项智慧 不然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数字 就是从2011年到2015年 根据劳保局的统计资料 过劳的案件 已经高达398例 其中有163个人 是因为过劳而不幸死亡 但是这些患者当中 以资讯工程师 或者资讯科技业 是比较高比例的 这也难怪科技业 一直都比较注重运动这件事情 不过以董事长来说 当初到大陆去开分公司的时候 据说也是靠着运动 来收览人心 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马上回来 继续请董事长来告诉我们 该欢迎大家更多 Ik讧续 tranquil